东霖哥吗 东霖哥 想不想有请 郭东霖老师 有请郭东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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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东霖中央电视台春季联欢晚会上的长青树 多年来他给大家带来过众多的经典作品 而他和邵峰之间 拥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兄弟之情呢 邵峰大哥你打死没想到吗 没有我打死我 我怎么可能想 因为东霖哥刚才一个小时之前给我打电话 让我四点之前录完到影视之家开会 真的要开会 真的要开会 但是你当时没跟他说我就在你楼下是吧 没有 他不让我说 讲究 讲究 关键是 不是我看见邵峰其实还有点感动 我想不到 我没想到 你的眼泪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没有 他想家了 我没想到 东霖老师今天能为了我这么一个访谈能赶到这儿来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在网上搜一个郭东霖老师的资料太难了 因为他几乎没怎么参加过类似的节目 对 后来 反正我了解的东霖老师是从来不参加 就是类似的 对呀 娱乐节目访谈节目 他非常不参加 最后呢 他一看 我说是为了您来 我都觉得你们运气好好啊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其实我之前 问邵峰 我说 这一路走来都有哪些人帮助过你 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东霖大哥 应该是小弟了 但是我俩当时就自言自语在那儿聊 说是这个就不用想了 他肯定不会去 我第一句话跟郭东霖是这么说的 我说我根本就不指望你去 但是我想把这事告诉你 邵峰要录这样一期节目 哪怕你给录个小视频 我觉得我也高兴 然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他说为您 啥都别说了 我去 好感动啊 这个 这个王哥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谁 邵峰的事 我说邵峰的事我一定去 因为什么 那么多年来 感情处得特别好 而且呢 我一直以认识他为荣 做人做事都是我的榜样 以至于说我参不参加节目 其实我只是想过得更自由一些 别那么累 我听说 唯念大哥一年要录一千场节目 所以说怪不得减肥成功了呢 祝贺祝贺 但是我第一次是生活中见到您 我一直认为你没有这么高 他高 问题是 我是跟 险的 跟谁比 这得有一米八几了吧 对 八三 一米八三 也就是说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